我們一起掌聲來邀請我們的面格大師 弘基創辦人 智隆基金會的董事長施政榮先生 我們也一起邀請黃老師到這邊來 來跟我們一起對談 我準備了很多的問題來請教他們兩位 我想要請教 等一下請教教老師 也請教老師先 就是說我們知道環境改變 我們企業的經營也要跟著變 但是我們希望說變成是越變越好 我想請教兩位說 我們怎麼樣去思考這件事情 如何越變越好 怎麼思考轉變這件事情 可不可以先請教老師 我因為現在經營的公司 就是一個豆腐店小小的 它不像是一個大企業 所以我把它分開成兩個來說 面對世界的改變 那大企業跟小型的企業應該有不太一樣的做法 一樣的心情可是不太一樣的做法 意思就是說如果有一隻大象 那它碰到這個環境改變 比如說前面山崩 它跟一隻小兔子 它的轉變 心情一樣都要躲開 但是動作可能不太一樣 所以我自己是先從這個角度來看 那至於要怎麼樣改變 應該是在這裡看到兩個角度 一個就是說我碰到什麼危險 第二個是這中間有什麼機會 那所以不一定碰到危險就要躲開 說不定碰到危險 更要找到一些關鍵的地方 可以反而鑽進去 那小企業也許在這方面更容易做到 因為象比較大 它不見得可以很方便這麼做 但是小企業容易這麼做 那我最後舉個例子 就像我在劍中打橄欖球的時候 我的個子小 跟個子很大的人 我們打法就不一樣 因為我們那時候碰到 那時候還有美軍 美軍的個子都很大 可是因為我的個子小 它要抓到我 它很難抓 因為我實在是很矮 那它要把我弄倒 要taku 我們那時候叫taku 它不容易 因為它要彎下來它很痛苦 所以我們有我們的好處 可是當我被它抓到我就很慘了 我有一次被一位美軍抓到 我想說 我想躲開它 它沒躲開 它一把提了我的褲頭 一把抓的領子 就把我抓到界線外面 把我丟出去 我連球帶人 就被它丟出去 所以千萬不能被抓到 這是這個概念 陳老闆 剛剛講 我口出一定是王道 所以這回答跟王道有關 因為世界變了 那問的就是說 你王道嗎 王道的意思就是要創造價值 利益要平衡 這樣才能多個遊戲發展下去 那因為世界變的話 原來創造價值 現在不再有價值了 原來利益平衡 我們連現在沒有利益平衡的基礎 所以你就是要變 那你要變怎麼變 價值 新的價值 在這個新的世界裡面 怎麼樣才可以創造 對社會創造價值 那對社會創造價值 就是以經營企業來講 就是消費者 客戶 客戶 客戶要什麼 您過去已經變了 以前有價值 現在沒有價值 那你要重新去思考 客戶要的價值是什麼 那你要建構一個 共創價值 共創價值 分成企業跟客戶之間交換價值 大家共創價值 那個機制要平衡的 第二個 我們要創造價值 我們有很多的員工 外界很多夥伴之間 共創價值的機制是什麼 怎麼分工 怎麼負責任 怎麼分享利益的這個機制呢 這個就是新的機制 這兩個都需要去創新 所以整個你從王道的思維 我覺得大跟小都一樣 包含以王道思維 我個人存在這個社會的 存在的意義在哪裡 也是在問說 我能夠創造什麼價值 舊的已經講了 講的也沒有什麼新鮮的 大家都已經了解 我一定要創新新的一些思維 對大家了解 相對的是比較有利的 利益已共的 利益平衡的一個性機制 所以腦筋 就用這樣就錯不了了 不過因為沒有機會 你們沒有上王道 新傳班也沒有上王道論壇 也沒有看王道的文章 那以後有機會 我們有同學以後 可以跟你們去談 我明年開始還有一個 王道講堂 不過第一期已經被宏記爆了 因為宏記比較關鍵 所以他們就爆了 我的時間是會當寶貴 所以就爆破了 所以你就 第二期才有機會 謝謝 謝謝師先生 我這邊我想再針對的議題 來更深問問一下 就是說 企業也許都知道要變 也 上您的課了解王道的思維 那 我直接問你就是說 那企業過去 從過去一路走來 一定有什麼樣是好的東西 那在變革的時候 我們要留意什麼 什麼東西要把它保存下來 什麼東西才是真的要變 我想請教 師賢 因為師賢已經比較多次 好的東西 你當然要保留 像宏記這次的變革 一定要把它 現在好的東西 有優勢的東西 這是基礎 在這個上面來檢討說 面對不同的世界 產業的生態 我們能夠 identify 新的機會 創造新的價值 經過一個 意義平衡的 新的一個機制 所以好的東西 當然不可能亂丟啊 這個很簡單 但問題是說 整個 剛剛 姚大師提到了最後 有效溝通 今天早上我就花很多時間 就是要做溝通 因為整個在這邊 什麼是好的 什麼要改的 如果對要有效的 深入地去溝通 建立一個新的思維 不放棄的是對的價值觀 如果這個價值觀 開始有需要調整 也要描述為什麼要調整 原來會有什麼問題 我只能講苦苦婆心的 小至於大義 我不是小至於大義 但是對不起 這個利 是六面相的價值 有形無形直接間接 現在未來 這個 又是我們到裡面 在談這個東西 所以不斷的 要小至於大利 那在這個六面相之間的利 之間 不是錢 錢是六分之一的觀念而已 就是整個要去思考 怎麼樣有效的溝通 他才有變革的誘因 因為未來的青春 要放在新的變革後的一個方向 他當然希望是有效的 那要給他信心 當然整個要有一個決心 像我的決心來自於我的不變的價值觀 王道的思維 我的決心呢 也是要做過有效的溝通 早上我跟他講 只要我講了半天 我說要衝 後面一塊沒有半個人要跟的話 我又不會衝 因為我跟他們講明了 如果不是死在一塊的話 我也不會帶著他們自己去死了 昨天你剛剛談到價值觀 你說你都沒有變字王道的價值觀 你也談到說好的就要把它留下來 那我的問題是說 有時候我不曉得 我的那個東西到底好不好 那我該怎麼去思考這個問題 好不好就是跟這個 用王道來驗證 這個價值觀是不是有利於 整個創造價值 大家認同不同的價值 如果在一個環境 整個社會環境都幾公斤力 金錢主義資本主義 最後要證明資本主義也會出皮 所有人講都要把資本主義的榜點 民主政治的榜點 跟姚大師談的很類似 資本主義有榜點 是那個民主政治的這些榜點 大家很清楚了我要說服他 所以他所相信的這個機制 就是可能是要只能借重 但是如何bypass那個buck 因為系統也大一定存在的buck 這個buck大家能夠identify 也說服他這個是有問題的 如果在這種情形之下 如何避免陷入那個榜點 一個系統的榜點會變成非常重要 所以基本上真的 因為就是一朝半時走天下 那就是王道王道你想 無道義以貫之 真的是無道義以貫之 因為王道的思維是四十幾年前 就莫名其妙的在中華文化的 等於生活 因為是不是 我的感覺這個文化不是三刻而已 影響的可能三分之一不到 影響最大的就是家庭教育 這個文化的傳承 是來自於整個家庭教育的傳承下來 那個影響 因為天天都要被信 或者看到長輩在做的事情是什麼 這樣就甚至影響到這裡 所以真的我體會 整個我的思維是最後結果 就是為了存在的價值 就是說 人就是對社會有貢獻 有用 那有用什麼才是有用 創造價值才有用 你要讓自己有用 你要自己累死也沒有用 已經是大家來共創 或者你自己一個人做有什麼意義呢 好 謝謝 我接下來來跟大家請教育老師 因為我從書上看到尤老師也在談 企業這個變革的事情 那尤老師特別有提到說 他說台灣有一種膽小的文化 所以我想要請教育老師 就是說您怎麼看待這種膽小文化 因為我想很多人都想變 為什麼是變不了 就真的是因為這個膽小文化嗎 你可以跟我們多分享一下 台灣的短小文化其實不是我們每一個在座的人 天生膽小 台灣的膽小文化來自於我們的教育 那我們過去很多年來教育 非常不鼓勵學生去提出特殊的見解 或者是提出問題 我們要求學生的是拿出答案 而且那個答案要是標準答案 所以這個讓學生覺得提出問題是不對的 去 question 一件事情說為什麼要這樣 是不對的 所以要 follow 一個 rule 所以 follow 一個規矩 這種訓練 它變成是一個一代傳一代的思想模式 這種思想模式很不容易創新 但是它很容易守規矩 守規矩就會變成我們為什麼是一個 那麼好的一個OEM的地方 因為你對於別人提出來的規矩 你 follow 的能力很高 可是你說這個對於消費者 還有什麼機會可以讓它變得更好 其實因為從小是不習慣提出疑問 像我自己在上課的時候 說大家有什麼問題 其實我們的學生提問題的機會不多 如果提問題的話 可能也是一些開玩笑的問題 就是不是比較深入的思考 我覺得這個難小來自於怕錯 因為不會得到 不是標準答案 不是錯 錯就考不上聯考 或者是成績就不好等等等等 所以太重視這個人就很膽小 我的看法像這種 像新加坡李顯龍 就對他們說 現在新加坡是怕輸主義 因為政府照顧得太好了 大家都怕輸 膽小跟怕輸也有一點觀念在裡面 實質上我們要想到是說 不膽大去冒險的話 那如何創造新價值 這是很 或者面對世界如果是變得不好 反過來你要膽大的話 剛剛姚大師也談到心要細 像我怕死了 我真的很怕死的人 所以我一定是剛剛講的 我自己不會一個人做事情 一定要有人賺單 才可以趕 我是很怕死的人 因為我沒有 所以第一個 我就是不打樹部級的戰 應該在照母親裡面寫了 所有的 我願意承擔風險 我也準備要失敗 但是呢 我很大膽 因為準備要輸 贏了就賺到了 賺到了 輸了交協會 我也賺到了 都賺定了 我已經賺定了 因為我要成長 我一定要自己去有一些教訓 我才能夠真正成長 所以有什麼好怕的人 我現在是沒有難的人 我已經各掉了 但是我還是 不斷的有很大膽 因為我算過了 死不了了 死不了了 你要算過了死不了 所以我小時候媽媽不准我去游泳 因為她 我吃毒生子她很擔心 後來慢慢年紀大 她說你要去游 她就找了一個 那個年紀大的長輩 帶著我去保護 那這樣就慢慢 膽就會大 所以我覺得 這是 文化是環境 文化是你的日常 你心裡想的 你怎麼做的 嘴巴講的不太算數 剛剛姚大師也談到了 心裡想的嘴巴講的 如果能夠跟你做的都一致的話 至少我認為這個是組織文化 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如果你要培養一個 隆期患臭的一個文化 為什麼紅期早期有一個替研工教協會 講這句話有沒有風險 很大的風險 但是還人性本善 就是要塑造這些 這些新的能夠創造價值的一個文化 但實際上這個文化最關鍵的是說 人的潛能在這個五行文化的舞台上面 能夠不斷的成長 因為人的成長 他的投資報酬率是無限的 加一個人、兩個人、三個人、四個人都可以 如果大家像現在政府的最優秀人才 到政府去那個行政皇帝文化的話 就不能不願意犯錯的話 他的價值就不做不錯 甚至於價值後面不是嘉年了 甚至於妨礙提供 因為希望他們提供一個環境 給我們創造價值 結果不敢不勇為認識 甚至於前面還有一個符號 架子負的 那不得了 所以整個文化有多重要 所以今天我在洪津的變革裡面 很多人可能會不會認同 但是我的切入點 就是從文化裡面走切入 謝謝 因為時間剛剛談到 剛剛是音樂老師談到 這事實上跟文化是有關係的 事先是從企業的組織來看 因為這個文化影響到每一個人 但身為企業的領導人 在企業的組織內部 他可以去改變這樣子的文化 讓這個組織的文化 變得更勇敢更有創新的機會 這個機會 我想這個部分 文化老師您這幾年也 應該跟很多企業在互動 我不想您這邊的觀察 怎麼樣 您可不可以給我們一些 因為我們在座很多企業領導人 給他們一些建議 這方面 應該要怎麼去做 我想他們會想要知道這件事情 我不想我的建議會不會對各位有用 我自己在從事的行業裡頭 我把握兩個原則 一個是盡量不要讓政府幫忙 因為我28歲的時候 擔任工會的理事長 台北市市內設計工會的理事長 那時候很多同仁很羨慕建築師 就是說建築師都有政府規定的設計費 所以業主找了建築師 要先把錢交到工會 所以這樣子到最後他就不會來賬 我當時就極力反對 還好那時候體力比較好 反對也不消 到現在為止 市內設計師也沒有一個叫做標準的收費 所以很好的設計師他可以收很好的價錢 不好的設計師他可以不要錢 所以沒有所謂的公定價格 這本來就是一個市場機制 可是建築師很可憐 建築師是被政府規定 你的價格是這個價錢 所以像我弟弟兒媳 他可以做得那麼好 他還是跟其他人收的錢一模一樣 所以這個就是政府幫忙的結果 他當年幫忙你去收到錢 而且不會被賴賬 可是從此以後你就麻煩了 所以這個是我希望鼓勵 尤其是比較中小型的欺騙家 能夠不覺得你需要跟政府伸手 其實我跟師先生追隨師先生 在公望電視當同事 我自己心裡的一個最大的一個期許 就是哪一天公望電視 根本就不需要政府補助 他就自己可以站起來 那個時候才會有真正的公望電視 因為公望電視如果是要政府補助 政府管的意思是多得不得了 那我覺得這個是第一個原則 那第二個原則呢 我覺得是企業必須要很早 在這件事情失敗率相當大的時候 小規模地去進行這種根本的變革 我舉一個我自己在大愛電視台的例子 大愛電視台最早的時候 也沒有自己的辦公室 所以跟中市租了辦公室 我們碰到颱風有一次淹水 整個電視台淹掉了 淹掉了以後片庫在地下室 那個兩萬五千多隻袋子不見 就淹在水裡 當然這個故事很多 我簡短的講 後來那些袋子在很多的志工的幫忙下 救回來 救回來我們可以就停在那裡 說救回來 可是我們用的那個機會 就開始說 能不能把這個救回來的袋子 要再重新尻回去一個新袋子的時候 不再尻回袋子 Digital是它 尻到Server 其實大愛電視台後來能夠 能夠領先大家 變成很快的數位化 而且用很便宜的方法數位化 而不是被綁著脖子數位化 關鍵就在那個時候 因為我們已經在 因為自己受到一次災難 把那個災難 把那個災難 變成一個數位化的機會 就數位化 那個我覺得就是鼓勵所有的企業家 當你碰到一個機會 就算那個機會是別人強迫你受災 你還是有一個機會 可以一翻身變成另外一個人 我覺得那個是很重要 謝謝 謝謝 之前您有什麼想法 我們對不對的價值觀 不對的文化 應該有所了解 但是尤其社會大環境 就是這些文化是大環境的問題 比如說一盤散沙 比如說師傅留意手 中央集錢 加天下 這些都是整個社會 不只是大社會 而是幾千年留下來的東西 那既然是不對的話 我開始創業的時候 我就從這個角度切入 我官的人 十幾個人 發現大家都有共同的想法 這個是不對的 到了幾百個人 天天在一起溝通以後 也發現不對的 人性本善 所有看到智慧的機制 政府的機制 都是人性本惡的思維 那既然你不認同 為什麼不想辦法克服人 那唯一的就是isolate 就是你的控制範圍裡面 能夠來實施新的機制 改變我們認為應該對的一個文化 我當年在做這個事情裡面 實質上周遭的親戚朋友都不同意了 因為不可能 但實質上是讓我把它弄出所欲來的 還可以影響到整個產類 甚至很多傳統產類等等 有一部分受到影響 那這個對的文化 實質上這個也 我個人講的是 就是剛剛姚大師的照顧 真的對我來講都是 那個時候結對非主流了 我現在看黃道文化 非主流的非主流 我現在的目標是 幾百年以後 會不會變成one of the主流就好了 幾百年喔 但是有人要相信他一步一步的 做出實機 做出所欲難來 所以基本上我現在很大的挑戰 對不對 因為如果宏記回去 做不出所欲難來 黃道就無效了 雖然現在上下還有人聽 因為還是有道理啦 因為本身道理是存在 但是挑戰很大 包含這個新傳班人 命名叫黃道的話 這個信息到西武去的話 他們就搞不清楚說 整個世界都在談霸道 為什麼 是黃道呢 贏則通刺啊 你談黃道在談什麼 聽不懂 不過還好 經過這麼多年來 快三年了 那些寫經過西方的方法 東方的侵化以後呢 感覺到可以 真的是可以應用的 就是無道可以依以貫置 謝謝 剛剛那個姚老師談到說 盡量不要接受政府的補助 所以我要回應一下 我們志榮基金會 因為怕這個主辦單位 就是工業主辦 不過我們最近做了一個決定 就是我們明年呢 不會再來承辦政府的計劃 那這個對我們來講 其實是一個很大的一個決定 所以各位在座很多企業 可能是我們末代 接受政府這個輔導的這個公司 但這並不代表我們志榮基金會 明年不做了 只是我們要回歸到這個常態 所以我們創造的價值 自然而然 我們就有辦法 一路再繼續走下去 這是剛好這個來回應 那剛剛姚老師跟事先都談到改變 但我知道改變 所以剛剛姚老師談到說 你遇到了一個重大的事件 有時候是你不得不變 或是利用那個時刻 做了很大的改變 除此之外 我知道改變也很需要創新 創意或是創新 那我這個時候 真的要好好來請教我們創意大師 你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 您認為所謂的創意是什麼 或是創新是什麼 這兩個有不同嗎 我大概 分享一下這個 很多人希望知道 或者是很多人有不同定義 我自己的解釋是這樣子 設計 就是我們每一個人的心裡面 都有一個現在我在這裡 未來我想到哪裡 所以有一個叫現況 有一個叫做目標 從現況如何達到目標 中間找到一條路 也就是一個邏輯 可以到達那個地方的那個東西 叫做Design 設計 所以設計不是一定要去設計 一個椅子 一個桌子 一個杯子 或者是一個什麼漂亮的東西 設計其實是找到一個系統 那這個系統是合物邏輯 可以從現況達到未來的目標 這個叫做Design 那至於什麼叫做創意呢 就是說那條路 如果很多人都找得到 叫做普通的設計 那條路如果是只有你找得到 那個叫做創新 是一個Creativity Innovation 所以創新對我來說是一個別人 或者是找到的門檻很高的一種設計方法 那至於設計就是那條路 所以我自己是用這個解釋在看問題 所以有一次有一位大學的校長 在跟我聊天的時候說 照理這個說法 大學校長也是要是一個設計師 我說我心裡是真的覺得是這樣 你如果不會Design 這個大學就永遠留在原地 或者是永遠很難找到路 那個需要一個Design 因為Design是一個system solution 我的看法是這樣 這方面我不知道世界也有一些想法 就是me too is not my style 逆向思考 就是你原來的路子 你要有要突破要創新的話 你一定要有新的思維 這是一個基本的東西 但是創意呢 只是創新的一個要素 如果你沒有能夠落實所謂可形象 而且真正想把它落實 而到最後能夠真正達到目的就是創造價值 等於價值創意加上執行人 才是真正的一個循環的一個 就是創新整個的定義 我對創新的定義是三個連數 整合起來的東西 所以我今天下午跟陳執行堂 台灣創意中心 有沒有在 第一個在他辦公室講的設計就是一個系統 他的思考 就是從這裡到那裡 但是這裡是一個系統的東西 你要去思考這個系統 剛剛要從創意 你這個系統裡面要有新的創意 但是你又要考慮它的可形象 而且到最後能夠達到目的地 這個design 就整個這個思維在你腦筋裡面 我以前也不曉得這個叫設計 實質上就是這個concept 這個設計 整個這個design的一個思維 是非常重要 那今天跟各位講的東西 都是屬於內化 你認為這樣 你每天去做 做到你的習慣 就是這個樣子 這個是需要實踐的 書讀太多 聽太多的演講也不一定有用 就是真正的 能夠在日常生活裡面 真的是不斷的practice 而且從中間呢 不斷的去 有可能的 揣黑 就是教訓 然後去學習 才到最後變成內化 自己 一個自己的東西 謝謝 所以剛剛之前你聽到說 這個創意是創新的要素 那這個創新是需要創意的 我想請教一下老師 那創意怎麼來 我對於腦神經科學有一點點興趣 那個創意 那個創意 假設我們把創意變成 不管你把它解釋成為 creativity還是 innovation 它其實是一個 腦神經細胞的作用 那我想跟在座各位分享一下 現在腦神經細胞怎麼運作 很容易被這個FMRI拍出來 那我們小孩子生出來的時候 你去看他的腦神經細胞的結構 腦神經細胞很長 那它有一個頭一個尾 它是這樣 這個頭接尾是這樣接 那小孩剛生出來嬰兒的時候 接得很少 然後慢慢地它到了四歲六歲 你會發現他的腦神經細胞的結合 越結合越多 然後到了大概七歲以後到十四歲之間 現在的小孩變少了 邏輯這個原因在哪裡 小孩生出來的時候他好奇 他只要開始想說 眼前有個東西一閃一閃 那是什麼 他只要開始想那是什麼 只要疑問就好沒有答案 他的腦神經細胞就開始連結 所有的Q都造成他的連結 所有的A造成他的連結更solid 所以這個是一段一大段的連結 為什麼到了慢慢地隨著成長 他腦神經細胞的連結減少呢 因為他便告訴說小孩子不用問 這孩子沒管 然後告訴你說答案是這樣 沒什麼道理 所以他不想他開始被答案 那個腦神經細胞的連結的方式 他就結構結構 所以您剛剛說創意怎麼來 第一不斷地看 我常常鼓勵我們的同仁 不斷地看你看不懂的書 書不要看懂 看懂的書你不太需要看 因為你看懂了嘛 所以你要看那個看不懂的書 看不懂一大堆問題 沒關係 要記得一件事情 當你腦袋裡有問題的時候 維持那個問題 當答案出現在你面前的時候 甚至他跑來拍開你肩膀說 我在這裡的時候 你才認識 你從來沒有問題 有一個答案跑過來說 我在這裡 你說你幹嘛 所以要有一大堆問題 不要有答案 我們被逼的天天要有答案 是不對的 所以好奇最重要 史先生您有看報告嗎 我想我就把現在我對社會的 就是機制的現象 提出我的一個思維看法 因為每次我去開會 所有的人有一支公務體系 都是要送房送房送房 然後就搶資源要資源要資源 對不對 大概就是這樣 那我認為這個是無解 所以我就 就是反正逆向思考 反正問對問題 我就先說 不能用這個 這個大家都這樣講 我認為就是有問題了 找不到解答了 所以我提出了重綁 跟重製 資源要重製 那重綁跟重製呢 可能才是解決之道 但是問題呢 問題是利害相關者 是太多了 動不了 如果 因為這個要做可能是五年 十年二十年 但是一步一步做要deline 要deline 就是讓他觀念改 這條可能是路 因為 現在他們 不可能 他第一步就跟你說不可能 當然是可能 但如果你能夠想到現在利害相關者 他們的既得利益 如何跟他交換小至於大利 跟他交換一些利益 苦苦婆心的話 他會不會改變 因為你要說服他 此路不通 原來的方法 反正政府就靠不住沒有錢 然後要鬆綁 怎麼鬆呢 我應該要重綁 該綁的要更緊 他還 我還能管得更緊 那我來想想看 否則他怕了 說你一直鬆 鬆到最後我怎麼控制你們 所以整個這個過動思維 是有可行的 第二個 我對現在社會有很大的兩個產業 一個是教育產業 第二個是醫療產業 也提出思維了 這個思維是到目前主力很大 因為從業的人也不認為他是在產業裡面 教育界的人不認為他是一個產業 醫療界的人也不認為他是產業 對不對 所以這個觀念 那為什麼是產業 產業就是要能夠比較有效 是一個實際上國外都叫產業 而且要國際化 如果台灣的資源 舞台就是這麼小的話 我們對 我們生下來 只有要對台灣貢獻嗎 我要對人類貢獻 為什麼我限制我的貢獻 只能在台灣 如果我的能力可以對世界做貢獻的話 我的價值後面加兩個零了 台灣是世界的台灣之力不大 所以馬上就加兩個零 這樣一個如果產業化比較有效 如果能夠國際化 當然我們台灣的能量 我們台灣教育的能量有很多要調整 但是知識的教育能量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我們醫療界的能量更是很可以在國際上有所發展 那這個觀念要改 機制要逼著他改的話 就整個把它們變成社會企業 一方面符合社會的期待 因為這些人不能盈利對不對 醫療不能盈利 很奇怪 不過就是這樣 因為已經形成了 教育不能盈利 那我們就把它是 如果真的盈利了以後 它是回饋到社會更多的資源 那有什麼不好 這樣才能夠生生不息 所以對於這兩個這麼重大 未來重大的產業 幸福裡面健康是幸福很重要一番 所以健康醫療的服務 第二個教育 我們百年素人 我們整個人的價值 還是要有很好的教育 這個一個產業來服務 這個是整個台灣未來發展 最關鍵的一兩個產業 他們兩個不曉得叫什麼 行業 實際上我認為這兩個產業 如果思維上能夠產業化 國際化 以及用社會企業的思維 這是整套的 只要有些人走這個路子 慢慢去摸索 我想大方向先敲定 所以我講這些大方向 實質上也是 拉拉招架看了全世界各種狀況 想出來台灣客觀很盡 這個困境 投入那麼多的資源 idol 不是不能叫idol 實質上我可以講idol 因為面對知識經濟 我們知識含量很高的高等協物裡面 知識都是形式的 沒有跟社會跟產業長期的發展 能夠有一個機制 現在的機制還有文化 沒有辦法讓這個未來 面對知識經濟裡面 所需要的高能量的這些資源 我們沒有一個機制能夠讓他活絡 所以都閒置在那邊 這個問題都很大 就是要有些人 所以我是鼓勵了很多在那個行業的人 我是點子而已 因為不在其位 也沒有那個心意 因為實在是要房的事情太多了 謝謝 謝謝師傑 我在聽 每次聽師傑分享 我覺得他看的東西都是都很大 看到整個台灣整個社會 剛剛姚老師在跟我們分享的 創新或創意怎麼來 不斷問問題 有很多的問題下來 所以這個個人呢 也許我們就可以馬上來做 那我們今天在場其實很多中小企業 我知道中小企業要做創新的時候 其實會遇到蠻多的挑戰的難處 比如說沒有那麼多的資源 現在的本業或是現在既有的 原來的business還要繼續放下去 但是又要去思考如何轉變 在這種狀況之下 企業經營者不知道該怎麼辦 他們可以跟別人學習嗎 或者是說 就是說他可以去哪邊 這個 什麼方法可以來幫助他們 可以做比較有效的 這種創新的面格 我這個先請教梁老師 有三個字也許可以跟大家分享 就是說我們的學習的過程 其實是三個字 一個叫做文 一個叫做思 一個叫修 也就是說聽到看到就是文 鼻子那個文 但是這是新聞的文 思就是思考 修就是練習 就是先聽到看到 思考練習 這樣子是我們學習的過程 這樣子是我們學習的過程 我會建議各位 很多去做兩件事 一個是大量的閱讀 另外一個是世界上 現在有很多不要錢 但是非常容易可以拿到的 這個啟發性的思考 例如像TED.com 各位看TED的人舉手我看一下 所以在座也不少人 如果還沒看的人 有點可惜 你應該去看 因為他們的這些演講 都經過精心的安排 再厲害的人 只准你講十八分鐘 所以他是練先單給你的 所以十八分鐘 讓你可以常常會點醒你很多事情 所以大量的閱讀是一件事 那閱讀還是我剛剛跟各位報告的 你不一定要搞懂 千萬不要被考試騙了 你的那些閱讀都不需要考試 只是要讓自己說 為什麼這樣 為什麼這樣 所以這些為什麼為什麼 一直問就好 那這是閱讀 思就是你必須要把你現況 我們剛剛說設計就是把現況跟未來 你必須把你的現況跟未來之間 那個找入的方法 利用你聞來的 閱讀來的 或者是你聽來的這些東西 在裡頭試試看 如果套他的思想 我會有什麼可能性 我覺得因為我自己常常使用這種方法 很有用 所以跟大家分享 這個是思 所以你會開始很多思考 我大概可以建議你大概說 一年左右以後 如果你持之以恆的這樣做 一年左右以後 你會發現你領先同才很多 因為你的腦神經細胞是沒有在浪費時間的 你浪費時間去看那些沒有用的電視是完全沒意義的 所以這個是思 那最後是practice 就是去練習 大膽地去找你的一個公司的部門 或者是一個什麼東西就去做 那我在這裡分享一個小小的故事 大概在電視台開始決定做數位化的時候 我們找了一些做電視設備的品牌 他們說一開口就是幾億幾億 我說哇 那我們知道目前來的電視台怎麼可能 不可能嗎 可是我去看他們的設備 把它拆開來看 它根本是486 那個時候的電視台486 就是一個PC外面蓋的一個品牌 變作節要賣好幾百萬的東西 我想怎麼樣買都不甘願 後來我們就跑到美國找了一個 反正就是很複雜的一個過程 自己設計 操作整個電視台的model 全部用PC把它鬥起來 那我們當然很害怕 膽子要大可是心要細 我們當時花了一些錢 請電視台就請商人同意說 我們花點錢 請IBM派六個人 用60天的時間來challenge我們 如果它challenge我們 把我們弄垮了 說我們這個system不work 我們買IBM的設備 如果它challenge我們沒有弄垮 我們付它工業會 它回去 後來它很高興地拿了錢回去 我們也很高興地就做了 所以弄到現在 所以2005、2006 很多年了 所以重點就是說 你可以做 不是說你資源少就不能做 你可以做 但是你必須要不停地在訓練你的腦子 因為它基本上是一個腦力產業 創意是一個腦力產業 我跟尤大師完全一樣的想法 但是比較不同的是說 我報紙、電視都看 但是我文是各種不同的 我都在滾 因為那三人行必有偶師 所有的滾 都有可以 我要去撕 就是看到這個事情 好處是 我以前的 我的經驗就是因為記憶力很差 所以就不得不當場消化 是什麼現象 當場想 馬上想 然後當場自己有一個結論 不告訴人家 因為要修 我在修的時候不花錢 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是不斷地對所有的事件 就給它算命 未來會怎麼化生 而且這都是活生生的 事情馬上化生 我猜對了、猜錯了 判斷正確錯誤 也沒有人知道 也沒有變質的問題 也不花錢 就是這樣的話 你在你的思維裡面 就不斷地這樣一個 cycle 魂、思、修 不斷地修出來 然後真道真槍 要進氣的時候 可能修台不夠 就交點小錢 大錢 對不起我不敢 冒險 怕死 因為很怕死 所以一定是要交協會 因為我要真正的去修了 要累積真正的食物的一個經驗 面對real life 整個真實的世界 因為剛剛搶的這個東西 都是思維的過程 所以我覺得呢 其實就這樣 就是用心 你有用心 對於很多現象背後的東西 因為你在思的時候 就看表面的東西 表面已經有給你一個印象 背後的是什麼 你要去思一下 因為有背後那些東西 才可以看到 連戲劇下面那會怎麼演 雖然他們可能會突然 就是跟你意料的有差很大 那無所謂啊 這個就是修的過程 火念的過程 謝謝 那我最後一個問題就是說 因為我知道今天來的企業 都是很有心 想要經營品牌的公司 經營品牌我們知道 其實我們最希望 就是我們消費者可以愛我的品牌 要不然我如果只是做生意的話 也許有時候生意 錢賺進來可以讓公司維持就好了 事實上大家其實都有很多 希望我可以透露我的品牌 我可以找到一些認同我的消費者 所以我的這個問題呢 是想要請教兩位 我怎麼能夠讓這個消費者來愛我的品牌 熱愛我的品牌 因為我知道 紅機現在遇到這樣的問題 怎麼讓消費者能夠愛愛紅機的品牌 那這個問題我先請教 那個楊老師 我用我自己的一個經驗吧 我在年紀很輕的時候 買了一台蘋果二號 就是Apple II 那時候還沒有錢買Monitor 就是買了一個Apple II的身體 然後Monitor去買一個 一個就是 就是那時候一個很小的一個Monitor 總而言之就是拿那個就開始用 慢慢的就喜歡上蘋果 那等到出Mac的時候 我也開始去用它 Mac過了一陣子 Steve Jobs就被請出公司去了 所以雖然他們那時候還出了一個叫Newton 我也去買了 慢慢的我就沒有再繼續買蘋果 直到後來Steve Jobs又回來 那他又開始把他的公司做了一些改變 開始出新的產品的時候 我又開始買 我自己一直在思考這個過程是什麼意思 我覺得一個企業真正是有靈魂 你愛上的是那個靈魂 那個靈魂不一定是一個人 剛剛有一家公司的朋友跟我聊天 我說真正我們是需要讓公司是一種 它可能可以負責不同的角色 有人是會計 有人是人資 有人是總務 有人是業務 有人是設計 但是這些人他必須都有一種共同的 從心裡面想要創新的精神 而不是想要說 我現在這個企業如何能夠讓財報變好 看如果能夠等等 我開始不愛蘋果的時候 其實蘋果的老的 Leader叫做John Stanley 他其實已經離開Steve Jobs很遠 他設計出來的產品就開始 因為產品有靈魂 你就開始覺得它跟你不對 所以我覺得跟大家分享說 怎麼讓人家愛你 是你誠心誠意的去設計那個東西 你很愛那個東西 別人就會很愛你 你只是利用那個東西來賣來賺錢 你得不到愛 最多就是得到利潤 當然是這樣 你這方面 你的看法 High Tech 要High Touch 我起初科技島 後來後來改成人文科技島 那實際上你要愛一個 又是愛一個冷冰冰的一個科技 一定是裡面有High Touch 又感動人的東西 你才會被愛 所以這裡面呢 要追求就是姚大師談的 靈魂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 一個品牌 它是有一個生命的 而且它的生命 就像我的個人有品牌 我的生命 就是不斷的各種場合 不斷的題目都在傳達它裡面的 它的不管是靈魂或者生命力 否則我不會得到別人的 那個Admire 就是喜歡的 要得愛的 所以這裡面是很重要的 但是 以個人電腦裡面呢 因為Wintail 本身就是主導整個這個生態 所以想要有放入在這個架裡面的 新的靈魂的話呢 就是都失敗了 我是在Wintail這裡面 從1991年就要造完的人 造完到97、96年的XBC 到Aspire 到整個想要在這個生態裡面 注入一些靈魂的 但是都失敗了 因為客觀環境 整個沒有辦法deliver這些靈魂 因為PC就是PC 就看誰功能更高 速度更快 價格更平宜 那這個都是沒有靈魂的東西 但是反過來 Apple已經證明了說 這個冷冰冰的科技裡面 當你很多的人文思考 像日常生活的東西 它設計起來 對我來講體驗比較好 不會打擊我的世界 老實講 我到了2001年平凡電腦洪跡 推出世界第一台之後 再開始用電腦了 因為我聽電腦不會聽我打字 我不會打字 所以他還不太聽我 所以用寫的他就聽我的 他才讓我來嫁義 PC是打擊人的 沒有感性的東西 只有少數人 一些年輕朋友 用的很熟悉的人 但是到最後再熟悉到最後 突然有什麼iPad、iPhone出來 還是去愛Apple 所以整個真的來講 還是從王道的思維 你如何真正價值 理性的價值有它的價格 膽性的價值呢 就出乎很大 你touch它的Hard裡面 要付多少代價 像你生的皮包 你touch到它的Hard的話 多少錢都沒有感謝 就是本來就是 膽性的東西就是煙魂 這個是付過 這個都是未來式的 大家了解這個東西 今天我們理性的才是一個基礎 理性才是真正很多 Decision Making的話 到最後為什麼 Apple在五、六年前 他始終派不會擴張 因為設計師都用Apple 比較touch它的Hard 但是呢 看荷包的話花不來 朋友也會說 你怎麼買那麼貴 你的資料又不能跟我互同 那就 Apple就被isolate的一趴兩趴的佔有力 就是當時跟Wintel在競爭的時候 那個是理性還是很重要 但是那個理性的基礎上面呢 加一個靈魂上面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這個是我們在談 為什麼Total Brand Management裡面 對定位你的品牌的個性 各方面要考慮到目標市場 到底它要的價值是什麼 然後你要用什麼方法去感動它 是用產品還是用服務 還是用什麼方法 用一些比較會眼睛異樣的 那個叫什麼奇 奇 初奇 就是Tage I 初奇至聖 剛才你有一個 關鍵要目到 有一個叫奇 是嗎 好奇 你講話跟人家不一樣 我講話就跟人家不一樣 大家才會好奇 然後聽到的是有道理 然後有他的靈魂 以及聽的人 就是要客戶的benefit 他要的是什麼 他會按的理由是什麼 他總是要有理由 那我們就要Consistent Innovated 來把這樣客戶要的東西 用不同叫做陰魂不散 靈魂不散 跑來跑去還是那個靈魂 就是一直說 就是communication 用廣告也好 用公關也好 用直接marketing也好 反正就是一直說那個 把那個message make sure 他真的就變成他的現象 他去理想的 謝謝 也是好學生吧 都有在聽喔 師先生在民視演講場 都有一些情人的話 還好今天在場沒有媒體 這些都不是媒體 不然明天又要劍爆了 要陰魂不散 這個 這部分我還是想要再追問一下 剛剛 師先生說 我們要知道 目標消費者是誰 那姚老師剛剛跟我們提醒說 品牌要有靈魂 認真地做 做一件事情要認真地做 但是你剛剛在演講的時候也提到說 品牌不是我自己想怎麼想的 是消費者顧客怎麼想的 那我們怎麼樣把我們自己的想法 那我的靈魂跟消費者能夠有效的連結在一起 這個我們應該要怎麼去做 各位請教我了解 我自己是這樣解讀的 我很喜歡講到腦 因為所有的decision making 所有的決策其實都是腦 我說一下我了解的腦 我們的腦除了左腦右腦 這樣子的分割以外 我們的腦還有一種結構 那個結構就是我們的腦 如果你從最外層開始看 大概四個米粒那樣的厚度 是一層叫做Neocortex 那個是只有高等普魯類才有的那一層 那一層是負責想事情 價值觀都是在這裡 第二層是負責感覺的 就是覺得燙 覺得冷或是覺得快樂 那個都是第二層 第三層是跟脊髓 最上面裡面有個小小的部分 那個是舊腦 我們稱為舊的腦 其實那個跟所有的動物的腦 是一樣的 舊腦的發展大概 大概將近四億多年 四億五千萬年 心腦大概一兩萬年 意思是說 我們之所以會做理性的判斷是心腦 但是消費者在買東西 心腦判斷完了以後誰做決策 最裡面那個 那個動物的腦袋做決策 他分析完了一個理性的分析以後 做決策的時候 常常overwrite那個理性的決策 不然一個包包賣那麼貴怎麼賣 你這樣想就知道 但是他永遠會合理化它 所以marketing有一個新的這個應該叫理論 它是neuromarketing 意思就是說 神經 然後神經學的marketing 你就可以看到 你怎麼讓人家愛上你 其實是讓那個動物的那個腦愛上你 我不知道各位有沒有養狗 你去看狗的眼睛的時候 那狗的眼睛是純潔的不得了 人的眼睛沒有那麼純潔 因為人的眼睛想太多 那個狗的眼睛你一看會愛上它的原因 就是因為它直接把它最裡面的那個腦 拿出來給你看 我們要讓人家在品牌愛上你 跟尊敬你其實兩件事 尊敬你是neuromarketing的作用 愛上你是動物的那個腦的作用 我說很認真是 你也愛這個產品的時候 別人就容易愛上它 因為你們兩個人都是用動物的腦 在愛那個東西 它的靈魂是來自那裡 這個是我的理解 說不定過幾年我說錯了 也很難說 事先您要支撐 我沒有想咬到是這麼有邪惡 研究很難不錯 但是我這個跟老爺有關係 就是我用做品牌 就是視覺戰友跟記憶戰友的關係 就是視覺戰友 那記憶也是戰友 就是你再有的一個在 因為那麼多的品牌 那麼多的事件發生 為什麼放在人的腦袋可以記住呢 一定不斷的repeat repeat 而且這個repeat的時候 是要抑制的印象 或者它記不太起來 因為它記的時候 你原來在動現在說在吸 它根本沒有印象 所以變成consistent 但是要它記了 要它愛上你要記住什麼 所以那個叫做repeat awareness這裡面要consistent 但是反過來就是說 真正你要它記什麼 會愛上你 那你要從理性生感性 到底從消費者目標客戶裡面 它會為什麼會愛上你 那你要事先要customer insight 去了解 然後呢 你要innovation 你的產品 你的服務 以及你的communication 我一直不用公關 也不用marketing 就是communication 讓我們的品牌 跟消費之間的communication effectively consistent 然後對傳送 它會愛上你的那個信息 長期的把它low in Grain就是low in Grain 就low in在它的腦細胞裡面 謝謝 OK 好那我們今天就到這邊結束 我們還再一掌聲來 謝謝講會大師的大師 謝謝 謝謝